Hi 大家好 我們是H&N 我是Yan Yan 我是Edison 那今天我們說什麼 我們說說我們上個月去哪裡 對,我們挺厲害 去英國 英國很厲害 只不過這次英國 其實是我第一次去英國 你是不是第一次去英國 不是 你去了多少次 剛好上次那次 剛好上次就兩次了 哦,我第一次去 但其實英國就給我一個 挺有趣的感覺 就是去了之後 我沒有什麼旅行的感覺 對,我也覺得 為什麼呢 因為一來我去到 沒有一種陌生的感覺 就是很熟悉 對,因為無論看到的文字 又或者聽到當地人的說話 其實都是英文來的 都是聽得懂、看得懂的語言 嗯 跟我平時去不同地方 一去到就 哇,什麼文字 說什麼 完全聽不到的那些 完全沒有那種感覺 而且我覺得那裡 都有很多現代化的建築物 見到都跟 我覺得有些跟香港差不多 都是那些玻璃建築 還有那些路牌 路牌那些款式 也是紅底、白字 連字款都一模一樣 跟香港 一樣方式 不過沒有了中文 是啊 不錯 我第一次去到一個地方 只有單語語 哈哈 因為去到哪裏 香港就有三種語言 你看到路牌都是兩種而已 是啊 但那裏只有一種 如果你去過台灣接運 就有四種語言 哈哈 好沉 還有一種我覺得 好像是家的感覺 就是過馬路 過馬路的時候 原來當地人都是 看到紅燈沒有車 都照樣走 嘩 好像回家一樣 都是這樣看 好像親切一樣 看到就吃蔥 是啊 還有過馬路那些行人 那些叫什麼 按綠燈那些箱 啊 跟小時候香港看到一樣 黃色 然後黑色面 然後有些公仔在面上 然後有一個圓形的按鈕 反而現在香港就 新了很多 那些已經很少 現在那些是碰一碰就行 但是那些還是按鈕的 但是我又覺得 除了這些表面的東西 香港學得好似之外 其實都很大分別 例如呢 你看我的頭 我故意重複在英國起床的頭 嘩 起床會爆炸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地的水很硬 硬水 硬水 很多礦物質 所以洗完頭是不乾淨的 哈哈 乾了之後呢 就會好像塗了很多 髮蠟 那些叫什麼 噴了鹽水 那樣 所以一起床呢 就是這樣的款 就是 絕對是不能夠由順而疏的 嗯哼 是啊 這樣啦 還有些什麼 那我們說一下我們去過那邊 有什麼地方 有深刻印象 地方深刻印象 首先我們去 我們去英國呢 今次就文化之旅 有參觀一些 Museum 有去聽Concert 那樣 但是呢 英國的 Museum 入場費都挺高的 最少最少 隨便走進一間房子 都要15磅 18磅 那樣的 所以我們特地選一些不用錢的 例如Tate Modern Museum 和British Museum 或者是倫敦 Museum 或者是倫敦 Museum 即是專家不用錢的 去的 那我們去到Tate的時候呢 嗯 文化差異就是 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展品 一個橙色的照片 會看到 我們會insert一些照片 在那裡 橙色的地毯牆 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看到 哇好美啊 他拍照 然後呢 我們拍了兩張照片 之後就發現 其他那些參觀的人士 他們呢 他們首先呢 就去搞那張地毯的 就去畫圖畫 因為地毯有長有 即是你長毛那些 你一刷一畫 有不同的色 有陰陽色 就好像畫畫 然後我們發現 咦 原來人家是 看到這些展品呢 是先玩了 我們呢 是先拍照的 相機吃先這件事 連展 對 相機吃先這件事 連藝術品我們都會 真的跟香港 或者亞洲 我相信亞洲 沒錯 亞洲人也是 因為不單止是這一點 有時候我平時搭車 都發覺呢 即是香港人呢 搭車大家都會 打機啊 上網啊 我發覺他們不是的 他們呢 最多就是 聽歌 或者呢 都未必聽歌 外國很流行podcast 總之聽 總之失字語仔聽東西 或者是看書 嗯 那香港人呢 就真的很少見了已經 是啊 我們連看show呢 我記得有個旁邊有個女士 她自己一個人去看的 她呢 中場有色的時候呢 在袋子裡 用Kindle出來看書 是的 那這個香港都比較少見的 是的 或者是 如果有一個朋友 就會吹水 嗯 或者是放空 是的 跟香港真的很不同 或者是亞洲 我覺得亞洲人 一般都是 低頭 他們都還未是 不過呢 有一件事要說 他們的地鐵 是收不到Wi-Fi的 所以這樣就不是 不能玩手機 是的 說到人家這麼警戒 不能玩而已 是的 不過也不是的 去巴士上面 那些人都不太玩手機的 對 我們剛才又說了 我們不用錢去很多地方 但是有些地方 我們是免費的 但是花了很多錢 第一個要說的地方 其實我們去到是沒有購物的 我買不到東西的 哈哈 我怎麼可能買到東西 什麼 可能買一些回去玩呢 那裡其實就是 是Victoria's Secret的一個店舖 其實我們本身都沒有打算去那裡 是去旁邊 Handle的House 但是我們第一次去 因為比較晚 他們就快關門 他們都說 明必夠時間讓我們 第二天請早 我們想不去 但是發覺 咦?為什麼要用一隻狗牌呢? 即是有一個老牌狗來的 然後寫著是Victoria's Secret Pink 什麼來的呢? 就走進去 因為發覺 那裡是真的賣 女性內衣褲的地方 即是我們香港 其實也有不少 Victoria's Secret的店舖 全部都賣香水的 那一間是真的賣 內衣褲的 那間店真的好厲害 首先有四層高 那些樓梯 嘩!水晶 很誇張的 底層那些 就賣一些 年輕一點的 粉紅色 全部都是一些比較Sporty的款式 那我逛街很喜歡 一想上了頂 然後呢 四樓簡直是 好像入了別人的 有錢人的 那些Boudoir 那些 那些 Boudoir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Boudoir 你搜尋一下 那些很漂亮的房間 裡面有很多藝術品 但是那些藝術品 就不是普通藝術品 就是 Victoria's Secret 那些Fashion Show 那些 那些真品 真職 是不是叫真職 我也不知道怎麼拍 總之他們走天橋那些衣服 嘩! 原來真品是很漂亮的 因為呢 很多 山豬豬的羽毛 總之穿下去 就好像身上有豬 那樣 你就看不到一件衣服 很特別 很特別 是啊 Victoria's Secret 的店舖設計也很特別 很明顯 看到你 有層次 是有層次的 因為我們去完最高的層 去拿一層 就馬上發現 級數有分別 級數不是說那個大小 而是那個 街級 那個級 那個內衣的設計 精美的程度 下一部分 和最上一層 已經是有些分別了 無論是款式 或者價錢 其實都很明顯看到有些分別的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在他們正門口 經常都有一班 男士 在那裏 為什麼我説經常 因為我們第二天再去 Handle South 的時候 我們再次經過那裏 又見到有一班男士在那個門口 等著 我相信他們不是癡漢 應該 我沒有估計錯誤 應該 可能怕尷尬 所以他們 伴侶進去選擇內衣褲的時候 他們就在外面等 我也蠻驚訝 因為外國人不是很開放的 為什麼這麼緊張不進去呢 嗯嗯 不知道 對 他們也進去 對 大可能 因為真的很細節 而且我們平時 只可以在電視上 或者現在可以在網上 看到那些 叫做Victoria's Secret的 Fashion Show 他們什麼 Victoria Angel 只可以遠觀 這次真的可以近看 很近看 因為他沒有 沒有什麼 就是不會有一個玻璃罩 罩著他 他真的 放在那裏 給你摸 是近看那些衣服 不是那個人 哈哈哈哈 好嗎 講清楚一點 講他們的成品 我沒有想著有一個 真的Victoria Angel 站在那裏 給你摸 OK 嗯 剛才說到 那些窩著 看到那裏 看到那些陳列版 都會發瘋 但是我們 也去到另一個地方 相信一般人 都會發瘋 就是Primark 哈哈哈哈 我沒有發瘋 我沒有發瘋 但我相信當地人 很多人都發瘋 那那裏是什麼 其實 Primark 我想如果有看YouTube的人 都很熟 外國很流行 Primark Hall Primark Hall 其實就是 我覺得 是外國的淘寶 便宜到一個點 什麼都有 垃圾 真的很恐怖 我們走過去 做什麼事 變長來的 因為那些東西便宜到 90P一對拖鞋 90P就是9港幣一對拖鞋 那些衣服是6磅 即6磅即是多少錢 60港幣 60港幣 即是 個位數字 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進去看見 有些人真的 一個攬 看都不看 全部人 全部都是一個拖車 幾雙拖車一次 不用看價錢 然後試鞋的地方 是全部 整地都是鞋 原狀港來的 對 因為那些人試完 就不拿回去 掛回去 就有隊在那裡 但每一次就不是試一隊 一次過就拿十隊回來試 試好那隊就立物拿去買 其他那些就丟在那裡 總之 我那天是累到 不如我們還是走吧 很恐怖 這個地方 排隊都是排長龍買東西 總之立集不得了 什麼都有 是啊 所以 我們沒有在那裡買東西 都可以定力到 不是 因為真的很垃圾 真的很誇張 那種感覺 算了 賤物鬥窮人 這幾隻字 簡直在我的腦裏 不斷爆出來 你買了多少 而且這麼便宜 回去都應該用兩次懶 我猜 都是中國製的 大部份都是Vin China 不過 Primer 全英國都應該到處都有 雖然我們Primer 沒有說怎麼買東西 但我們去到另一個地方 就買了很多東西 哇 那裡就是 在牛津Ostvo 附近的 在牛津市郊 可以叫做 牛津搭巴士 八九個字 然後 那個很厲害 叫什麼 Bistar Village CESTR 我以為是Bichester 我以為是Bichester 不懂 是Bistar 就是 CE 是讀S Anyways 那裡是很特別的 我們 首先 我本來不是很去Outlet 但是我想像中的Outlet 就是一個 就是一塊大的商場 你知道 裡面有很多間店 好像海岡城 我猜 誰知道去到Village 沒錯 我們在一個 有些村屋的外圍走走走走走走 我們想過了這些屋應該就到了 然後怎麼知道呢 然後進去後發現 原來每一間屋 都是一間店 也是 也是一些名店 沒錯 首先我們就 Lost in 這個屋 然後走到一半 其實都 才發現 原來中國人去有禮遇 拿著一張中銀信用卡 你就可以拿 10磅的 Coupon 每間店都可以用的 10磅 即是100元港幣 還有一張50元港幣的飲食券 即是你一走進去 你拿著卡 已經有15磅 給你了 把錢送你去 然後有張VIP卡 就給你 所有東西都是9字 好厲害 然後呢 還有一些很特別的 shopping服務 它叫什麼Hands Free Shopping 即是你可以跟他們說 你幫我拿去火車站 那你就可以繼續逛街 就不用拿東西了 當然你去到火車站 你會說 我買了這麼多嗎 我們也買了不少的 我幫人買東西 基本上都是 因為真的 對香港是便宜很多 我們走的時候 發覺配套是很 很 怎麼說呢 很充足 因為其實旁邊 我們後來才發現 原來火車站在旁邊 不是走很遠 而且那間火車站 是很新很漂亮的 對 我們在那邊讀書的朋友 說 這個應該是全英國最漂亮 最新最乾淨最先進的火車站 對 而且也看得出他們的對象是什麼 即是你的對象 因為剛才我說過 很多時候都是Single Language 他那裡有簡體字 還有阿拉伯文 首先是英文 然後第二位就是簡體字 第三位就是阿拉伯文 然後沒有了 所以很明顯看到他們的目標 是哪些人 也是那些人 因為消費力比較高 所以就去那裡 所以就去那裡 的確 看到很多都是大陸的朋友 對 這樣 還有哪裏購物 還有 還有一間叫TK Max 或者TJ Max 的東西 都是很霸 我又進去發天 最後還是他買東西 他叫我買東西 對 最終其實去到法國英國很多地方 買衣服買褲的東西 真的比較便宜 尤其是名牌子 還有我們去夏季 夏季減價的時候 原來他們基本上只有兩個減價的季節 一個就是夏天 另一個就是Christmas 也是一個減價的 Big Shopping 對 所以我們去到 受不住這個減價的誘惑 都買了不少 對 就是這樣 這次說了這麼多 我們下次就 繼續說更多我們去的地方 和我們的感覺 下集見 嗨 嗨